你再仔细看他的TVZ 真的比你想的要夸张 你再仔细看一次 我知道他TVZ很强 但是没有想到会强成这个样子 就最近我看到他的TVZ 特别今天下午我看到李培兰打 就是这个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 就下午我看李培兰 就之前在我印象里面 不是李培兰操作也非常好吗 对啊 然后今天下午我看这个Rungadown诺克 和那个阿玛尼冲李培兰的时候 我就明显感觉李培兰的操作 现在跟吕布的操作 不在一个层次上面 就李培兰还是以前那 就是以前那一套 就是拉开 然后等对方冲 冲了冲了之后 该拉阵型拉阵型 然后往前A一下 对不对吗 就他的点杀和 就是这个操作上面反正不一样 我也说不出来不一样 因为我不是人猪选手 我对这个 就这个操作层次 我只能感官的出来 但是我不知道具体差在哪里 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不是风格不一样 是真的 是真的 就是两个人有本质的一个区别 你知道吗 就说白了 我觉得就是层次不一样 就领悟的东西不一样 但是就是细节 你不知道哪里不对 对 你不知道 因为首先我们两个也不是打人族的 我们俩肯定不清楚这些事情 这个可能李飞男自己会知道 他估计也不是很知道 他如果知道的话 他应该 应该会 早就会去把网子方面提高了 反正自己 这个东西要去 如果吕布肯指点一下他 说不定 说不定他马上就理解了 对吧 对的 但吕布没有义务来指导你 这个东西就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打一次线下赛 比如说线下战队联赛 因为平时你到网上去问他 肯定是没用的 他也说不清楚这个情况 就比如说线下战队联赛 大家做到一起了 你在那里练 然后你问一下他 然后有翻译帮你说一下 这我相信他是会告诉你的 对吧 你问他你说 我觉得你TVD你这个正面操作 比我的要好 到底到底你看 帮我看看 我到底哪里操作的不对 不不不 我觉得都不用告诉 我觉得就 站在后面看 吕布打一盘就好了 打一盘 或者你问他嘛 你就说你觉得我哪里 哪里做的不对 因为吕布打 打一盘第一是让你也看得到的呀 第一是要到处的 那是20 你问一声 吕布我相信他会告诉你的 前到位 人到位 不用的呀 不是你们线下又是一个队的 你问问他 他会告诉你的呀 而且他告诉你 对他来说又没什么影响 反正TVD又用不到这些理解的 告诉你一个TVD的理解 又无所谓的 而且说白了 你是个中国人 他在韩国又碰不到你 对呀 而且第二个 你们又是一个队的 对吧 这啥不能说的吗 选手之间这种秘密 一般还是会说的 对吧 除非是同族 你问他TVD 我哪里打也不就困了 他不太告诉你 这TVD他告诉你 无所谓的 这边直接爆狗 没用啊 亏了呀 这波爆狗 吕布四个火车出来 就等你来 他就那招 就那招 就三分五十五秒左右的一波爆狗 没用 这个吕布不出门就好了 对 但他也看到了嘛 因为有个房子嘛 不出门 你不出门的话 我也不过来嘛 但这波很就亏了嘛 对 好了 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个狗 你不现在打真正球了 因为也是可能 因为是他自己 也被穿过很多次 然后他这个局面 就不出门了 对吧 反正出门 也未必能打到东西 他等四个火车再出门 前期这么搞了一波之后啊 其实鹰派的经济不是特别好 这波基本上什么都没断倒 我怎么感觉 现在就跟你不打 你稍微一不小心 然后他就开始 直接就推死了 对吧 然后正面一拳推过来 占个便宜 直接一拳推出来 你就死了 这很恐怖的 他这个推进 明白的是跳飞龙了 飞龙比想着要早 他二本一号直接就造了飞龙 怎么说呢 我仍然觉得女妖这个和火车 这一波其实还是有机会 能再穿到东西的 两个女妖再去切一下 就咋的打得到农民 就两个女妖 她女妖切一下 然后火车就可以直接绕山矿了 对 你这个山矿开的位置 不就让你不忙而来推你吗 很冷静啊 女妖也没往里切 往里切的话 可能女妖要送点 对 女妖就稍微占点便宜 她也不要多 杀几个农民就走 二矿再来 差不多了 明白的 其实 整体上来说军坦还算是扑出来了 先投 然后正面再扫军坦 这个双线 飞龙出来的话 应该是打不到东西 侦察到了 马上就不去了 很稳啊 这个大局非常好 反应也很快 对 他看到你飞龙了 他直接拆四框 回去了 回去了 合冰的呀 对吗 要被姐妈飞了哦 谁包谁还不知道呢 他就他这个坦克点毒包太厉害了 又占了点便宜往后说 还有应该的这个军坦还不错 对 反正也不急 现在 他绕过去 去加那个岩石那个地方 没有人不跟你绕 哎 这波 什么情况 没操作 枪命数量不够 这个感觉要被应该的耗回去啊 虽然你不见人口还是高 但应该这几波的这个冲锋 包括飞龙的切 切的地方都切得不 都做得不错 你不知道自己打不过了 他收一拳 不急 反正女步 再继续找机会慢慢推 我怎么感觉应该都要打一波啊 这波冲不下来吧 他是双现象 冲不下来 好 这边绕一绕 直接滚农民啊 三框 看到了 干股农民 农民跑 哎 哎 这反应 反应有点慢 稍微因为正面在打 农民也没滚到 也还行吧 滚到五个农民 凑合吧 这个时候 还行 还行 但一败的这盘 这个 他这个打法 让女步有点 非常不适应 对 把雷生来了 换家 现在 因为也知道 你这一波推四框 对吧 我是守不住的 但女步灯开得不错啊 外面 对 到时候我四框可能就掉了 我就不要了 不让女步往前推 你如果打我四框的话 我就直接跟你换家 哦呦 那么多地雷 女步还是要憋一圈 哎 地雷 地雷 哎 哎 哎 好 地雷 哦呦 引呆可以 引呆可以 这不引得不错啊 你不又 又是 又是解放者 他个 他转解放者 就有个好处 就是他不用雷神了 雷神他可能还是会配吧 最后 但是他爆解放者 应该就不需要雷神 对啊 这爆解放者 打飞龙还是很厉害的 基本上 他待会有六个解放者 好了 我们看他这拳 怎么怎么操作啊 这个仔细看一看啊 仔细看一看 真的 飞龙全部被压 哦呦 飞龙消失 带一个雷神的 他要带一个雷神 一个雷神 几个解放者 飞龙消失数 刚才应该是中了个雷 我告诉你 所以需要是特别快 没有没有 雷神下面补了一炮是 啊雷神补了一炮 雷神一炮 然后四个解放者骑射 结束了 这个 看操作啊 看绿布操作 赌包点光 拉开 背面被滚 但没用 真面非常硬啊 打完就差不多十人扣了 这感觉现在这些 这些重组打他 没机会啊 我也感觉没什么机会 对啊 你就感觉 音配给他这些 打他一点机会都没有 音配的中期 绕他绕去 其实绕的还不错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直接就机器了 就是以前你感觉跟吕布打还要A的有来有回的 对吧 现在怎么感觉A就没了 现在吕布有那么强吗 说明 说明现在的吕布真的比以前强太多了 不要怀疑吕布好吧 中期还是有点实力的 你也没有想到会会说会打成这样 这个的确让我没想到 感谢球奶妹妹不喜欢我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又去野兵营了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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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了个机每天野兵营老子砍死他 但他野兵营很厉害啊 对他这野兵营他主要是有自信 居然野兵营就算是被侦查到了我也不怕 这是他最牛逼的底章 不过呢 这一般来说呢 其实在我看来也算是回方反照了 对吧 这马上就要服兵役的选手 对不对吗 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 吕布应该是觉得这个版本 反正人作业也比较好打 也不是说比较好打吧 就至少比上个版本好打 然后呢 第二个是他的确今年一年打完之后 明年就要准备服兵役的事情的 所以还是想在最后职业末期 再努力一把 感谢兄弟啊 我生不到研究生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啊 对吧 最后再努力一把 然后这个努力 至少这半年之后 我们是看到这个成果了 你要想 即便强如大可 那天虽然他赢了吕布 但实际上 他是不是赢了吕布 他是 在战队上战队赢了吕布 但是整个比分吕布还是三比二赢的 你说的没错 第二个 大可跟吕布打完之后 那天打杰斯 手 早上起来手就伤了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这个感觉就是什么 感觉就是 就像乔峰跟 揪摩志 那一掌 队完之后 看似平手 但实际上揪摩志 一出门就吐血 就是大可 已经被吕布震伤了 那天 那几场比赛打完 所以 吉耶兽 打的才那么艰难 他连台价都没打过 是不是有这个道理 大可自采访里面也说了 自己手伤了 一早上一起来 手就感觉非常痛 那个战队联赛 这两个人 真的伤是很正常 对啊 那几场比赛一打完 大可已经被震出了泪伤 你看吕布没事 第二天过来还是那么猛 这就是战神 你什么 就跟乔峰一样 我发现 我发现吕布真的 他现在比赛 比赛这一块 任何比赛 都有他的身影 几乎他现在的比赛打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 现在韩国打的比赛 最多的一个选手了 嗯 吕布 吕布 应该是 最近两个月里面 全球参加比赛 第二的选手 感谢东马和沙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然后全球排 就参加比赛最多的 应该是克莱姆 克莱姆在最近的三个月里面 打了非常多的比赛 好像只缺了三天 没有打比赛 剩下都在打 然后第二个就是吕布 吕布应该是 也没缺几天 基本上所有比赛都在打 没有选手 有克莱姆和吕布 那么勤奋的去参加 所有的比赛 他们说 Sero从现在来看 是个版本重组 不知道能不能证明自己 我Sero绝对不是版本重组 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版本重组 我觉得不需要 你信我 Sero绝对不是版本重组 就今天这个版本 Sero还是顶尖的 最顶尖的一个重组 你请说他可能没有 他可能没有18年 那么具有统治力了 这个你可以这么讲 但今天你敢说 哪个选手站出来说 我赢Sero是不在的 这个不可能的 这个没有任何一个选手 敢说这句话 你们就看着 下次大赛 Sero还是夺冠大热门 能不能拿冠军 你不说他拿不拿冠军 他是不是还是大日本吗 他永远都还是四项级别 四项级别的选手 他怎么可能是个版本重组 那还不是版本重组 你妈的是不是 无法统治的就是版本重组 在他们心目中 只要是个重组 都是版本重组 而强的重组 都是版本重组 没有 大克不是啊 大克他们从来不说 他是版本重组 那我就问你们吧 大克是不是 版本重组吗 大克肯定不是版本重组 大克连打法都不靠版本 打法永远都是蟑螂 蟑螂狗独播 大克绝对不是版本重组 没有人会怀疑大克 感谢这个小木 陈雪 蔡林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大克不是 好了蟑螂拱一波 拱一波补农民 怎么感觉又是像大克那天要被全吃啊 这波 那天那个大克不就被胎甲这波全吃吗 这不搞笑吗 你这波狗过来 他妈别人 他妈三级地甩下去 连地宝都不起 一波冰出来就把蟑螂给你吃了 你妈的你还打一波 狗 狗狗狗 包死他 包死他 你不要偏气好吗 包死他 有兴奋剂 有兴奋剂的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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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口气忍了 这波蟑螂出来血亏了已经 能忍 拿这个时候这口气 水步的确非常强大 这些人 他的运营是怎么做到那么好的 我感觉现在就以前我觉得李平台运营已经跟他差不多 但是我现在感觉李平台运营还是没大好 他怎么做到的 还来说就是因为操作现在变好了 所以说我们感觉他冰不太死 所以他的冰就比较多一点 对 你杀 走了呀 我再看一看 我觉得就应该操作变好 所以他冰不太死 所以我们感觉他冰又特别多 你看这帮冰坦铺得非常非常的烂啊 在这个快已经8分钟的时间点居然冰坦才铺到这个地方 他都没过这个有点过了 对这个冰坦拖的非常烂 这啥防守啊 是不是抢不到 他妈的谁想得到吗 吕布他妈也没想到吗 两个防抠 这他妈的谁想得到吗 这种防抠 不不不 现在 impact已经不是以前那个impact了 因为在我印象里面 他大概至少有半年以上没有用过 这个蟑螂火蟑螂一波了 他已经不会再有种考验的战术了 那不是他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他再也不是那个武装员 连住给连都 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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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我靠 我手足够刚好 我其实就想看吕布正面那拳是怎么打的 我靠顶着火他都要拆啊 不浪费那个 我就想看吕布最后一拳是怎么操作的 impact直接埋地移动蟑螂 这埋地移动蟑螂有什么用的 打人组这个埋地移动蟑螂有什么用 不在这种特定的这种情况下 埋地移动蟑螂一点用都没有 嗯 看一看啊 来了啊 看吕布这波怎么操作 坦克先架好 秒一炮 埋地移动蟑螂 我还不信了 吕布家里面是有兵的 看正面操作 哎呦这边哎呦双线反应有点慢 三 三不出来不过无所谓还可以 比我稍微慢一点 来回去 感谢球奶高考考的不好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啊稍微刷一下兄弟 哦 实在不行我就等你 我看看 刷完几分几秒吧 我要再多刷两下才行 哎呦这有坦克就先好这边再给压力 嗯 好来包了啊 要被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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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后面坦克 看操作 看操作看这部怎么操 先退着点点独暴 哦呦这个点独暴 再退再退再退再点独暴 哇靠 哎 再点独暴 这独暴 这独暴好像就没有 没撞到什么东西 没有撞到过 好了再接一堆独暴 好了再接一堆独暴 好带友买地图报看到了 就追着打了呀 这 不是他现在操作真的太好 操作真的好这个操作 在坦克架点独暴 就在喵坦克架也可以点 哎你就看他操作我靠 真的真的很好他操作 他已经不是我认识那个吕布了 哎我有他的操作 就好了 为什么突然一下他操作变好了吗 我靠 又几极了呀 太猛了这个真太猛了 哎真的我觉得应该跟他们这些人 打他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一个应该的一个一个什么 罗安格拉洛克 还有一个阿玛尼 这三个重租 打他一点机会都没有 对 关键这三个重租 已经现在是韩国重租里面的中流砥柱了 是中流砥柱 你自己想想